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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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水的話一般用蟲比較多 好像麵包蟲啊 紅蟲蟻啊 加拿大蟲蟻啊 海蟲啊 OK 這種是比較細長型的 所以說你鉤子的話 要相對來講 選擇比較小一點的 建議 6號 4號 2號這三種尺寸 OK 像普通這個 這個就是2號的鉤子 這個就 比較適合釣蚯蚓這種東西 OK 然後這種鉤子的話 它鉤間比較怪 這種的話呢 是釣假的蚯蚓 OK 如果說是 因為淡水裡邊 一般魚 攻擊性比較強的就是 大嘴爐 OK 白花爐 OK 大嘴爐的話 老外一般幾乎都是用假的東西 OK 像一包軟的蚯蚓 細細長長的 4吋或者6吋之間的 然後你甩出去之後 讓它沉到你很慢速度 慢慢慢慢這樣抖 脫回來 讓它 讓它在水裡邊 好像一直在動 像真的蚯蚓一樣 OK 因為那個魚是好奇心很強的 你再動 它就會咬你 OK 你在那邊不動 它就不會來碰你 OK 這種是鉤比較 假的蚯蚓 OK 這個的話也是 如果說你是用假的魚耳 好像很小的 像這種minnow 這種兩吋或者三吋的 這種比較小的魚鉤 OK 這種魚鉤的話 一般來講 我們都是釣切的魚耳 就好像說很多客人 像最近這幾年都喜歡釣白花爐 在水庫裡邊 用那種切的沙丁魚 或者切的anchovy 我們就建議用這種比較勾形的 它的鉤子比較寬 所以說 你鉤子勾進去的話 可以勾進魚耳的話 它的鉤間會從對面穿出來 OK 所以一個鉤子的話 很多客人問問用多大尺寸 以你看得到鉤間為主 你如果說你這個鉤子勾進去 你鉤間都看不到 就表示你的鉤子選擇用得太小了 OK 那如果魚過來吃的話 你連鉤間都不在外面 你根本就沒有機會勾到它 除非它吞到肚子裡 OK 很多淡水的魚比較緊 所以說它並不會吞下去 它吸進來 OK 它拖著跑 如果它覺得有什麼地方不對 它就把它吐掉了 OK 所以鉤子選擇也比較重要 你如果說 鉤子勾穿 鉤間從對面出來 那魚拖著你的魚耳跑的時候的話 它的鉤間就會戳進去 到它的魚的嘴巴上面 OK 所以淡水的魚鉤 總類分得非常細 所以說你如果說有任何問題的話 建議到這個 在Local的釣具店裡邊去 諮詢一下它們比較專業的 偏念 不管是淡水還是海水 號碼都是一樣的 OK 最小可能你找得到的就是20號鉤子 20號鉤子幾乎已經小的 我只有客人說 OK 魚缸裡面的魚 去釣養海水魚抓不出來的 然後它用去釣的 才會去買20號魚 一般普通我們釣釣魚的話 就是從18號 16號 14號開始一路往上 OK 10 8 6 4 2 1 然後之後就是10 20 30 40 50 開始一路往上 OK 一直到二十零都有 OK 完全看你需要用什麼樣的鉤子 20 3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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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